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新項目 而且項目終於不是Metro Town 上兩條影片是否滿了大家 全部都是Metro Town 我們這次新項目講的是在Richmond 而且Richmond可以說是上一年基本上沒有新項目 上一次的大盤在Richmond Center、Lux 都是去年的事 今年Polygon有一個新項目叫Tallister 也是一個大型屋苑 它會發售第一座樓盤叫Aurora 位置會是在Richmond北邊 在Capston新的Skytrain站 主要在Garden City 旁邊是Saxmouth 這條橫是Capston Way 由這個樓盤走上Capston的Skytrain站 大約走路快點8分鐘 老人家晚點10分鐘 Capston這個地鐵站現在還未建好 但預計今年未明年頭是啟用 所以到時這個樓盤是2026年才建好 所以到時就肯定會有Skytrain 除了Skytrain之外 之前跟大家分享Concord Galleria時 都跟大家走過這個周邊 除了Skytrain站本身很方便 其實這個地鐵站還有兩至三個商場 是很方便大家衣食住行的 有置地廣場 上面是新城市廣場 下面是置地廣場 我們這個項目是貼著這兩個商場 我開個圖面給大家看便會很清晰 所有項目資料Carrie都已經上傳在Carriequite.com 大家上來這邊按Pre-Sale 然後是Talister 項目叫Talister 名字比較有趣 Talister Enrichment 第一座樓叫Aurora 稍後再跟大家說這個分佈 這個是樓的外觀 然後Fall Pan那些都有 稍後再跟大家說 我們剛剛說的是新的地鐵站Caption 就在這邊 然後它的旁邊 下面這邊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Gallaria的新樓全部在這裡 Union Square就是新城市廣場 Continental Shopping Center就是置地商場 Talister的樓盤就是這一塊 現在是一個吉的大草地 這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Concord Garden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就是有一條馬路 有一個吉的停車場 走過去旁邊的商場就很近 你再Cross Over的商場 經過Alberdine Park 都可以去到休坑八百半 和Alberdine 所以它的地位相對很方便 然後 它這個說的是一個大型屋苑 它這個大型屋苑 它整塊地其實都是Polygon 其實Polygon在溫哥華這邊 是一個比較老牌 大型的發展商比較穩健的 而且Carrie在Carrie為數 不太長的樓盤生涯當中 這裡已經不是很多年 都了解Polygon相對是一個 比較準時的發展商 很多項目 它可能是說賣的時候已經在興建 好像之前 再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Richmond Polygon的項目 是大約兩年前 在Wallmart那邊的Berkeley House 當初它賣的時候 第二年已經興建 很準時 所以Carrie當然不敢保證 這個樓盤沒有很準時 但以Polygon之前的Track Record來說 都可以的 它現在預計是 2026年的秋冬兩季就會交樓 我們說回樓盤 其實整個這邊 如果大家比較熟悉Richmond 在Brown Road也有一個 Aventi 3333 Brown 旁邊是去年交的Fiorilla 其實全部都是Polygon 整塊地都是Polygon 現在售樓署在這裡 很快就可以去看示範單位 新的一個屋苑 整塊地在這邊 第一座發售的會在中間 這座叫Aurora 這座已經Carrie了解過 景觀上大家比較關心的 附近的建築 其實它前面面向的 就是daycare和church 這邊就是green space 所以向南邊是比較open的 而向北邊 這條是新路 Catch a Sunway 現在大家看地圖全部都沒有 這邊都是新路 正北邊的屋苑 這裏其實都是一個公園 所以南北都ok 未來那些樓宇會起在哪裏 暫時未確認 但估計它的東西都會有樓 後面可能某個地方有樓 暫時未知 而它的出租部分 即現在每一個項目 基本上都有些出租的 portion 都會在這裡面對下面Camby 所以這座樓 其實它在整個大草地的中間 Away from Garden City Camby Captain的traffic 相對來說會安靜些 這個樓宇的話 所有410Camby 已經放在網站上 我留意到今次這個項目 它似乎比較多側重的是兩房單位 不同類型的兩房 而主要剛剛說的 向南這邊 比較open的這個位置 它就會多些這一類 給大家看一下 即是比較popular 這個是一個比較經濟實惠的選擇 大家看到它在整座樓向南邊 包括這些都是類似的單位 Cplan 它其實是兩房一次 但室內面積都不小 715呎 兩房一次 這邊是向南 窗口看出去都是南邊 門口進來大廚房 飯廳 客廳 兩邊是房間 因為兩房一次 所以沒有主人廁所 主人房加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另一間房在這裡 另一間房也有walk-in closet 大家就分享這個洗手間 是double sink 這隻Cplan是其中一隻比較 popular 另外也有朋友說 我想要真正的兩房兩次有沒有選擇 有很多的 會普遍向北邊 因為北邊為何說它的景觀都會不錯 是比較開揚 大家如果看看它的樓宇結構圖 它那座樓的前面 本身跟著這個房間建好的 就會有一個公園形的位置 一樓二樓都是會所設施 它會有自己的泳池 Hot tub 然後健身 Lounge Basketball court 等等 它直接叫做Talesa club 然後再外面也有些green space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房間建在這個上面 前面再向公園 如果大家想要正兩房的話 就會是這些選擇 Plan E的 八百多呎的兩房 全部都是向北的 Plan和剛剛很相似 都是這類型的職 門口進來不浪費位 就是廚房 客飯廳 接著兩邊房 今次有主人套房 所以比較大的主人房 經過衣櫃再到on suite 然後門口都有衣櫃 然後這邊有second bedroom 洗手間在門口 這一類型的職 都有選擇 其實看看它 這是木結構還是什麼 這是concrete水泥樓 因為它的樓高是去到14樓 一樓二樓會是amenities 會所 剛剛說的Talesa club 有泳池 然後hot tub 小的swimming pool 然後lounge gym court 然後三四樓開始 已經再上去到十三四樓 都是住宅的 大家看看 這個在我網站上也會有 就會看到這些不同的職 很清楚 Polygon的東西寫得 A plan是一房 大家看到其實不多找到A字 因為這一座樓 一房是比較少數的 大部分都是兩房 所以最小的Junior 2 就是六百多尺 到C plan是特別多 然後D plan就是corner 然後E plan就是向北邊 然後FG不同 所以這個項目可能比較適合的 都是要細中大型兩房的朋友 我們說回開售的timeline 或者時間表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項目是怎樣 根據對Carrie Polygon的了解 Polygon的節奏是非常快的 像之前Perla一樣 我們現在收到的消息 就是接下來 今天是9月12、3日 大概下個星期 大家可以有興趣的朋友 進showroom去看看她的示範單位 入表或是express interest 然後9月尾 已經可以選單位開賣 不是那麼長的等候期 所以其實Carrie現在在香港 沒有辦法在溫哥華 跟大家去實地拍攝 或者去showroom 不過不要緊 Carrie在溫哥華 幫我走現場一下 還有下個星期 Polygon說showroom ready 她也會再幫我們出一條影片 看到大家入面showroom的設計 因為今次用的廚櫃 和電器牌子 都是挺好的意大利品牌 到時Carrie也會展示給大家看 現在Carrie率先出了影片 跟大家分享 希望給大家多一點時間 可以考慮這個盤 是否適合自己 因為時間線上 我覺得2026已經很少盤 可以找到這個時間線了 所以很多朋友說想找我 她可能過兩年已經有身份 想住 等到2028、2029 還有頸都長 有沒有2026的項目 可以玩metrotown 現在暫時沒有 唯一我想到的 就是Richmond 這個可能比較適合 價位都比較上車 而且發展商比較保證 這是一個比較日本的樓盤之一 有興趣的朋友 也是照舊 你們可以上我的網站 這裡有一個登記連結 你登記你的interest 然後我們會盡快聯絡你 現在Carrie其實就在香港 剛剛跟大家說了 為何Carrie在香港 上一段影片有分享過 就是媽媽有一個 預防性的大手術要做 所以我們都回來陪她 現在都需要休養一段時間 很開心就是媽媽的手術 已經很成功了 在醫院住了一兩個星期 現在都已經出來了 我們就在酒店陪她 喂 別拍的 沒有啊 繼續 別拍 我看著我拍片很開心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的安排會是怎樣呢 Carrie在香港 凡是在香港的朋友 你們想見面面對面談 跟Carrie討論哪個職適合你 怎樣做 安排同事在那邊幫你show 那個show room 如果你想實地 好像一個virtual preview appointment 我們可以做到 就可以詳細談 幫你拿單位 幫你直接在這裡 writing 大家可以當是Carrie在香港賣樓 當然除了這個Talisa的項目之外 如果大家都有問題想問Carrie 例如說你想買現樓 或者上幾條影片分享的Metro Town項目 現在是說Vista 即Greenhouse的Vista下面的collection 也可以開始preview 另外比較便宜一點的Rain by Westgroup 也可以preview 所以這些項目有興趣的話 照樣也可以跟Carrie聯絡 我們可以在香港這邊 和大家安排preview appointment 和大家做request form登記等等 現樓一樣可以的 如果大家是在溫哥華 怎麼辦呢 Carrie是不是在香港做不到事了 其實不是的 大家都熟悉了Carrie 另外還有其他助手 以及有license的經紀 都可以幫到大家 所以大家放心 我這邊現在每天都很早起床 基本上凌晨5-6點 7點已經彈了起床 一來不知道是否因為掛心很多事 因為始終我都不想脫掉Vancouver時間太久 如果是去到太晚 9點10點起床 溫哥華已經下班了 6-7點 所以不太好 所以我盡量早點起床 就catch up溫哥華的時間 我們這邊照樣有listing 那些是掛緊的 可以幫到大家 但其實都很想鏡頭前再多謝一下 因為上兩三個星期 我們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媽媽要住院 當然沒有任何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所有事情都很健康 只不過是check那些事情 有驚嚇 算了 驚嚇就算了 但總之其實她身體上 沒有出現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只不過是查到一些未來會有機會不好的事情 就要去處理了她 而剛好處理的手法 要比較大的手術 所以都很頻撲 我和機仔和爸爸都要輪流去醫院 陪著媽媽 所以這段時間 兩三個星期 由一開始回來check東西 很緊張很緊湊 覺得很害怕不知怎麼辦 到家裡知道要做手術了 然後各種各樣的安排 每天頻撲 到今天終於可以回到酒店 我們不用每天都計算 誰幾點鐘去 就很安心了很多 而且最重要是 現有的一些客戶 她們明明知道我在溫哥華 未必可以直接見到面 她都很願意 很理解 其實這件事很感動 因為Carrie和大家平水相逢 不是朋友 我又不是很厲害的經紀 你一定要找我 很難看 死定了 說到上下 但真的 前陣子 Greenhouse 我們終於說了兩三個月 終於賣Panorama collection 樓上的單位 有些客戶在溫哥華 她終於無法陪到她 進去示範單位 去show mode 寫單位 也跟她解釋了 因為去香港沒辦法 終於是Carrie陪她去的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大家可以完全選擇 你作為一個經紀 都陪不到我進去 那我找另一個 需要找你 但都會找我 包括我最近有新的Lift 我都要停一停 不如看看參觀我的風景 不 不知道 看風景 趁現在還沒黑完 對 讓我結束一下 其實很感謝 我之前一直想寫 IG都沒有寫到 就是大家都會願意支持我 這段時間 明知道我未必可以100%幫到大家 但都會找我 但盡量我都會 和家人交好時間 和我的助理交好時間 盡量不要耽誤大家買樓 很感謝這段時間 無論是現有客戶 還有都有新客戶去找我 知道你在香港 但不要緊 我都會找你 我們盡量配合時間 我們配合時間 我真的很感動 可以這樣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 我們先轉話題 不如看看風景 我們今次 因為會住 我們都要住一個月 可能到九月尾 十月頭 媽媽因為她剛剛做完手術 她不可以這麼快飛 要住三個月 我們周圍找了很多 我盡量配搭 放心不用怕 媽媽 拍不到你 我們找了一段時間 發現了 圓坊上面 也有個挺好的地方 我們這座不是ICC 旁邊那座是ICC 其實這個風景挺好 給媽媽養病挺舒服 還有計算 如果四個人住 有廚房 有廳 給媽媽多活動 走動 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大家如果有機會 未來回香港 可能兩個人住 就有點貴 但如果一個家庭 這樣住 其實挺不錯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繼續介紹香港樓 這裡是辛鴻基的樓盤 其實我們這邊的方向是向西的 然後後面是向南 我們是九龍站的上蓋 下面的車路就是西瑞 西瑞過到對面就是中上環的地方 以前是在那裡上班 我記得以前我住在荃灣 荃灣就是這個方向 直望過去 經過後面什麼 昂船洲大橋青衣那裡就是荃灣 以前什麼都看不到反光 是嗎 好看不到算了 看完風景了 下次 下一條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風景 其實它是 好像住家單位 沒有酒店那麼奢華 很簡潔的 門口走廊進來 有個小小的廚房 這裡有個廳 這裡有一間書房 或者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其實可以叫它加床 很便宜的 加床二百元左右一天 一個星期千多元 自己可以做第三間房 都有窗有櫃 有個飯廳 有點亂 我想剛剛還沒收拾 然後有個主人房 有個洗手間 然後第二間房間 在那裡分開兩張床 就是這樣 看完了 你想走完 全部還沒收拾房 很混亂 開燈 我們床都沒有收拾 全部都是東西 然後阿基呢 啊 好痛 為何要你碰我的東西 不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基的噴 我有東西很危險 不要碰 好痛 沒有 因為現在知道 可能在香港會多留一兩個星期 阿基也是買了噴的板 來玩 來玩 好了 完了 好痛 好痛 今條片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項目 而且那個地點 關掉了 關掉了 現在她的行為 我覺得 在做夢 要不要去睡覺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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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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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